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的股 IPO 在三一朵的时候 Farm Flash 这个是我双见论股里面的一位 JoinMember所问的股 我们来看看下 这只股呢,它上市的时候呢 就出现一个这样的这个 长商引线 也就说很多 投机者呢 就在IPO 第一天上市的时候呢 就套利了 大赚一笔 现在呢,之后呢 它就一直往下掉 价钱呢,大概是在快六到快半前 这个是快半 这个是快六前 之间 之间 盘整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啊 现在很明显 你看到我画到两条线 第一条线就是这个很线 这个很线就是筹码风的底部啊 这个底部来的 这是底部 然后另外一条线就是这个叫做下张趋势线 就是这个点 等这个点两个连起来 画出来的 所以很显然呢 你可以看到的,它现在在这边顶住 这个筹码风顶住 价钱呢 已经是跌破这个20天均线 股价才没有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 这条线 都基本上来讲呢 现在暂时都是不要去动它的 要考虑的话呢 最少最少最少都要等它突破这个 额 下 突破这条 下降趋势线之后再去考虑吧 我认为呢 要安全的话 最少都要站上去20天均线 呀 其他的东西暂时都可以不用看哈 ok so现在是比较弱势一点啊 so总结一下 下跌趋势 如果要操作的话 最少要等它突破这个 下降趋势线 才考虑吧 谢谢大家